來 這個也要看角度喔 哪一個 看那個 對要要要 只要是對角化都要 來看一下這邊 這個的話呢 還記不記得我講tangent的合角 是說這個符號是跟著 tangent那個合插角 如果這裡是減的話 是不是就是減 所以是250-25 這樣可以嗎 下面就不用管他了啦 因為他公式本身不就是 這樣減 然後呢 d 加tangent 250-25 所以這邊的話 是不是就是tangent 225 tangent 225的話 是不是就是180 加45 所以是不是等於tangent 45 然後剛好第三項鍵 tangent是正的 所以是不是二分之更好二 這樣有什麼問題 一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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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蠻奇怪的 4算 然後這個隔壁的話呢 就是tangent 144 114 加36 所以是不是等於tangent 185 所以是等於tangent的180-30 tangent 30 所以就是等於tangent 30 tangent 30是 對 公號三分之 對 公號三分之 That's right 但是它是在第二項線 所以它是復元 嗯 這樣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的話往後看 繼續往下看 還沒 還沒 先把這一個部分講完再休息 好了嗎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的話呢 他要吃SIGN的合角 這蠻重要的自達型號 考試回考 SIGN的合角是不是就是 SIGN CO 我習慣先把這個寫出來 SIGN CO COSINE 先寫好 然後加就是加 然後再把αβ αβ寫上去 好 那請抬頭看一下 就是這邊呢 他只給SIGN α 這個有給 還有給什麼 TANGENT β 其餘的都沒給那怎麼辦 請抬頭看一下喔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給你SIGN α 是不是SIGN本身是斜邊分支對邊 所以是不是5分之3 這邊是不是就是4 那為什麼是負的 原因是因為他的角度在底項線 這個是第三項 欸 第四項線角 可以嗎 那 你看這邊需要用到cosα cosα的話 在這裡 是不是斜邊分之0邊 所以是不是5分之4 第四項線角它是正的 cosα是正的 所以就可以直接放著 可以嗎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β beta beta的話呢 beta在這邊 好 他給我們的是TANGENT 0邊分支對邊 可以嗎 斜邊是不是就是 根號10 那請你看一下 他在第一項線 2到3 所以2 這是第三項線角 對不對 那既然他是第三項線角的話呢 對於cosβ來講 是不是負的 因為是斜邊分之0邊 根號3分之3 是負的 OK 對於sinβ來講的話 也是負的 負的 根號1分之1 OK 所以sinα 就是斜邊分之對邊 是3分之5 要負的 要負的 等一下喔 這是第四項線 他是負的 所以這邊就乘在一起啊 負負的正 所以就是5 根號10分之9 加上這裡乘在一起 就變成是減了 減 5根號10 5根號10分之4 可以嗎 所以就變成5 根號10分之5 消掉 就等於根號10分之1 有沒有問題 所以第一小題的答案就是 根號10分之1 這樣有沒有問題 哪一個 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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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这个都是瑞智 好的話可以看第二題 第二題我只是把他的條件先寫成這樣 兩個參想型 因為α角就可以這樣 斜邊分之對邊所以0邊是2 這個是斜邊分之對邊所以0邊是3 然後他想要知道α加β 所以α加β 我可以用sin我也可以用cos 如果用sin的合角的話就是sin cos cos 然後αβ αβ 加就是加 可以嗎 那既然是加就是加的話 sinα是不是就是根號5分之1 這裡就是根號10 欸等一下他是cos cosβ 這是β 是根號10分之3 然後這裡cosα是斜邊分之0邊 所以根號5分之2 這裡sin的話是不是就是 根號10分之1 根號5分之1 檢查一下看有沒有問題 cos的話就是cosα 所以就等於是根號5分之3加2 所以就等於是根號5分之5 根號5分之5 根號5分之可以開5出來 是1比2比根號3 哪裡 哪裡啊 哪裡1比2比根號3 1比2比根號3 1比2比根號3 沒有啦 那個2是斜邊還是1比2比根號3 這個2又不是斜邊又不是2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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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我只是覺得女不可愛而已 好啦 這樣第二題來這裡喔 是45度喔 好